第十一小节 关税保护了谁 亚当·斯密曾说过 在任何国家 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 而必然在于 向售价最便宜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 这个命题不正自明 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件滑稽的事情 可令人惊讶的是 直到两个世纪后 依然会有这么多的人 主张贸易保护 每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 如果买一件东西的花费 少于自己亲手做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买 裁缝不会自己做鞋 鞋匠也不会自己缝衣服 这是最起码的智慧 把这种智慧用在国家管理中 很少会犯错 可为什么每个家庭 都会采取的精明举措 到了治国时 却被认为是错的呢 问题关键在于 人们只看到关税对特定群体的暂时影响 忽略了它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影响 美国一家羊猫山制造商四处慷慨陈词 减免英国羊猫山进口关税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它的羊猫山每件30美元 而英国货仅25美元 它认为应收5美元关税 否则它的1000名员工将下岗 使社会整体的事业率上升 购买力下降 乍一看似乎有道理 但事实如何呢 如果不征收这5美元关税 则羊猫山场倒闭 1000名员工下岗 可消费者花更少的钱 却买到了同样的产品 而他们省下的5美元 可以用来促进其他产业的就业 就算美国人给了英国人25美元 英国人最终也要拿着25美元 去购买美国产品 这意味着 英国人卖过来的羊猫山越多 他们要买的美国产品也越多 在这里暂时忽略汇率波动 贷款信用等复杂因素 毕竟 美元除了买美国产品之外 别无他用 那么 美国羊猫山业可能受到了冲击 但其他更有效率的产业 却得以雇佣更多的员工 美国的总就业率并没有下降 这样 英国和美国将同时受益 有些人说 如果美国收了5美元关税 美国就会保护自己的羊猫山产业 也许他们说的对 但美国消费者将被迫补贴这个产业 每买一件国产羊猫山 他们就得多付5美元 为了羊猫山产业发展 其他100种产业将萎缩 为了让5万人上岗 其他产业将丧失5万个工作岗位 给外国羊猫山加上进口税 无法提高美国人的工资水平 也无法提高美国人的劳动生产率 更没有增加总的就业机会 也没有增加总体需求 其实 劳动生产率还会因此下降 整个国家承受了净损失 消费者不得不购买30美元的羊猫山 等于是降低了他们的实际工资 这就抑制了对羊猫山的需求 如果美国羊猫山产业 只能生产30美元的羊猫山 则其劳动生产率就比英国低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它呢 保护的结果是 美国羊猫山产业吸纳了更多劳动力 更多的资金 而这些本可以流向 劳动生产效率更高的行业 贸易保护者特别喜欢用军事词汇 比如击退伯来品的入侵 这完全是对商业的误解 只能害人害己 如果在关税壁垒的作用下 外国产品在美国完全失去市场 那么外国人手中就没有美元 他们也就不会再去购买任何美国产品 那些出口有优势的美国企业 就会成为受害者 很多人觉得 提高关税可以促进就业 其实 关税与就业无关 但关税会使实际工资下降 因为它降低了效率 生产和财富 总之 提高关税只对某一产业的制造商 暂时有利 却伤害了全体消费者 和其他所有制造商的长期利益 提高关税 只对特殊利益集团有利 只为他们造福 高关税保护的行业越多 受害者就越多 作者不反对增加税收的税种 或为了扶植战士需要产业而提高关税 只针对这种谬论 关税可以提供就业机会 提高工资 或者保护美国人的生活水准 在这些方面 提高关税适得其反 不仅高关税有害 外汇管制 进口配额等其他贸易壁垒政策 同样有害